臭小子 又買玩具嗎? 家裡沒位了 還買? 歡迎大家收看馬高斯TV的馬高斯 在開始這條影片之前 歡迎大家訂閱Youtube頻道 再按鈴鐺 一有新片你就會知道 好了 我們現在開始今次的影片 今次這條影片就是開箱片 開的就是眼前的一個 Uldrama Orb Uldrala Lebrica Orblinger 哇 我想說 只看包裝的表面已經漂亮到爆炸了 這裏就有Oblu Origin 然後有其他形態 電視出的形態都在這裏 我想說只是盒子已經夠漂亮了 接著就看旁邊 旁邊呢 這裏會看到 有佐菲 然後就是Jack 然後就是太郎 然後就是初代超人 然後這邊呢 哇 這邊好厲害 這邊就有貝里亞 Zero 梅比斯 上面是對白的按鈕 下面是主題曲的按鈕 大概有十首歌 以往的變身器有很多螺絲位 但Lepulica沒有這個問題 就會收回螺絲位 像平時劇裡面變身的變身器 然後這個位置按進去就是插電位 現在先插電位 基本上找東西按一按就拉出來 然後插電進去 基本上就是這樣 然後就三粒 好像是3A電 插進去 然後你會看到 這裡是藍色的按鈕 這邊向這邊拉就是A mode 就是平時普通變身器的Mode 拉到這邊就是B mode 就是紅海的對白Mode 試一下拉一下 嘩 馬上有聲音 然後就拉另一邊 然後就有紅海的台詞 那就先玩了變身器那邊 先把他合起來 暫時就這樣 然後就先放在台座 然後先看看卡 那些卡都不得了 那些卡都不得了 嘩 先看看 那些紙質上面 就跟平時 那時候Aubu的卡的紙質差不多 有初代超人 然後就是迪加 然後就是太郎 梅比斯 Jack 然後是Zero 左飛 貝利亞 然後就是Aubu Origin 然後這些就是銀河 然後就是勝利 X 然後就是七星盒 然後是蒂拿 佳亞 然後就是亞古老 然後就是新卡 這些新卡 就是這次Leburica才有的新卡 因為Aubu播完之後才是G多 這次量到連後背的力量都有 分別就是G多 然後就是Losso Blue Tiger Zedo 還有這個Toriga 這些卡就等下一次過試 接下來就試一下按鈕 它這裡剛才說過 這個就是對白鍵 這個就是BGM音樂那些 按來聽一下 這個就是第一集 《風之魔王獸》的時候 紅海說的話 就說《風之魔王獸》 還有嗎 有沒有事啊 那不會全部台詞都按出來 現在就按BGM給大家聽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试试BGM 基本上是主题曲、ED、每个形态的BGM 台词方面也有很多台词可以玩 现在试试这个变身器如何变身 改动轴发酵 大家如果有玩过迪返箱 迪返箱 desen 動作感應 它這個也有動作感應 試給大家看 拉遠鏡子 試給大家看 然後它會亮燈 然後呢 它會做到這個動作出來 它會做到紅海變身的時候那一刻準備動作聲 試試按多次 取消一下 再準備動作 然後再開燈 然後再試變身 來吧 要點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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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DX版 其實是中間有一道光的閃 但這次做到整條圈都是光 十分漂亮 而且它也有準備動作的東西 十分有型 現在試試每一個形態的變身 那我就先收一收它 好了 現在就變成所有TV形態的模式給大家看 那就來了 有了喔 Ultra Man Ti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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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名字是王子 闇射射射 悪射射射 序古 盤射射射射不錯 很難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實況如果認解 一個方案 最初用了迪迦 和初代超人的方法 基本上 就從無限帶順序 玩法方面,就是插卡,變身,然後紅海會up一句台詞 然後還會出一次必殺技,就是一個loop 現在試試其他形態 這個就是斑米兜 好啦 嘩 這樣也蠻棒的 它不是單純出必殺極的音效 還會配合紅海的台詞 所以真的蠻好玩 不是開玩笑 那現在試試其他形態 這個就是Hurriken Slash 就算了 原來是不止一個必殺技的 還有兩個必殺技 那試一下再按多一下 這個就有兩個必殺技 試一下其他形態 吹哩 吹哩 FUSION UP! Ultra War 4 Thunder Connector! What? 哇 我想說這個紅色光真是好死亮眼 而且還要他那種暴走的感覺 那那些必殺的音就有少少長啦 那就試試按多一下啦 噢 這一下應該是切斷尾的聲音 覚醒了 オーブオリジン Ultraman オーブ オーブオリジン 這個就是オーブオリジン 他其實聖劍有四種屬性的攻擊 再加上他的死光 不知道會不會做得齊全呢 這個就是死光啦 噢 那他就只有死光啦 那可能遲些呢 不知道呢 勒布列卡會不會出聖劍呢 那接著呢 就試試劇場版的形態啦 就是銀河 然後勝利再搭X 那就來了 有些人的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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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OB-Torinity 三個光和絆 現在立即上了 那就是OB-Torinity OB-Torinity 這一招就是召喚很大的光輪去攻擊 不過剛剛聽完之後 部份的音效很小 有點大聲有點小聲 接下來就試試魔王獸的卡 在講魔王獸之前 就給大家看看這本卡寶 這本卡寶是當年OB出的卡寶 裡面裝了很多卡寶 有些是買公仔拿的 有些是會場 有些是怪獸 也有很多卡 這次就抽魔王獸出來試試看 在試玩魔王獸之前 就先講一點點 因為土之魔王獸 我就沒有DX的卡 所以就用街機抽回來的卡 你會看到街機抽回來的卡 就是閃閃亮一點 然後這些就是以前買怪獸的卡 這些卡就是舊版的卡 就儘管試試看 這個Leburica 到底對不對應到 就來了 首先就試試這個 廣之魔王獸 是讀到的 就試試變身 基本上怪獸卡 就會有一下 說它的名字 然後叫聲 還有必殺技的聲音 就蓋上它了 試試連續讀幾張 看看會如何 這個遊戲 他基本上如果連續讀的話 就會讀最後兩張怪獸卡的名字 然後就會出兩下必殺技聲 基本上你一次過讀四張怪獸卡 他只會讀最後兩張怪獸卡的音效 現在試試其他 還黏了線 忘記關掉 要關掉它 這樣才可以重新讀怪獸卡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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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sion Up Maga Orochi Maga Tano Orochi 那就是兩隻 必殺技聲就有一點點氣 先關上它 剛才說這張土之魔王獸就是街機的卡 看看街機抽回來的卡到底能不能讀到 嘩是讀到的 好 現在關上它 既然試完魔王獸當然要試一件事 就是雜古拉 這個叫做合體 即是怪獸的合體 那基本上怪獸的合體 就是用這個Z-DON和PANDON的 那就儘管試一下 哎呀 梳啊 又忘了按鈕 那就來了 PANDON 超合體 喔 它真的叫做Z-BANDON喔 WOW 嘩 正 既然試得怪獸 我就想試多一件事 先關上它 先找一些卡 剛才有貝利亞卡 可能大家都會猜到我想怎樣 就是貝利亞融合獸 看看到底能不能做到貝利亞融合獸 那來了 應該就是貝利亞 現在是貝利亞 Def TOMO D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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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真是做到這個Scaru Gomorra 之後的其他貝利亞融合修因為沒有卡在手所以做不到 但的確做到貝利亞融合修這件事 試試玩其他貝利亞融合修 接下來就試試上當年ORBU推出的限定卡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這些卡呢 這張是當年買變身器的初回限定卡 然後這張好像是玩街機的時候送 這張我忘記了怎樣送 但都是限定卡 儘管試試吧 上當年ORBU是50周年 而迪家是20周年 現在就55和25 試試吧 那他跟上當年 都沒有最後一共有自己的 希望可以分析 又不是 原來是 任何的 你也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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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歐布變身器一樣 也叫做歐 也叫做烏多拉曼Special 然後這次還有這個紅海的台詞 還要說出這張卡寫著五十周年 這次就不是說五十周年 他就是說恭喜初代超人五十五周年 試試按鈕吧 喔 那就死光啦 那第二下也是死光來的 嘩 那這張卡呢 他就沒有紅海的對白了 但是呢 就有說出這個叫做 從光之角來到幫手的超人 超人迪嘉特別版卡 但這裏又有少少謬誤了 因為迪嘉就不是光之角來的 所以就差這樣一點 那這就試完這張卡吧 嘩 那這就是很普通的音效啦 那大家都會聽到這個Ching的聲音呢 就是這麼久以來的變身器 很勾氣的音效來的 那這就沒得讀到啦 那這就有點可惜的 都不可以叫沒得讀到的 只不過讀到一些普通的音效啦 那始終這張就是ZERO再搭ORB 那至少如果光線技是ORB加ZERO 就更加好的 那接下來就試一下這張吧 那這張呢 就是想當年呢 兒童雜誌呢 這個叫做電視軍 電視軍 電視軍送的卡來的 那就儘管試一下吧 試一下吧 剛才按不到的按鈕 哦 原來是對不到的 這張Teleby拳的卡是對不到的 那我先關掉它 那接著下來呢 就試一下這兩張啦 那這兩張呢 也是特別版卡來的啦 那這裡呢 你會隱約看到的Logo 那這個呢 就是Urdolaman Festival 的2016的特典卡來的 那就是那時候呢 每年夏天呢 會遲代搞的超人活動啦 那這個活動呢 你知道入場呢 就會有這些特典卡送的啦 那它呢 因為每年的暑假呢 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那它為期大概搞兩個月的 那它就斬開一半啦 上半個月呢 即是上個月呢 就送這張卡 下個月呢 就送這張卡 所以那時候呢 是要去兩邊呢 才有齊這兩張卡的 那時候馬高斯我就去兩邊 所以就有這兩張卡啦 那儘管試試讀一下吧 好嗎 那也是很普通銀河的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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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大結局的那招必殺技來的 那不知道關不關這個限定卡 那就試試其他那些啦 噢 這張卡就試完了 接下來就是玩B mode的紅海Mode 紅海Mode就是把剛才的按鈕去另一邊 它的玩法就是跟著紅海的對白 接著節奏叫你讀什麼卡就讀什麼卡 就可以重現電視的變身方法 首先要先按這裡 準備 然後長按對白鍵就可以轉到不同形態的玩法 因為剛才也變成最初的必殺技的形態 現在就直接去玩一些有趣的玩法 玩貝利亞暴走那個 按住它 Berriarさん 就來了 在小人 Tammy 姐姐 少年 就是 M杯 MING PAO CAN BE BROGET MING PAO CAN BE MING PA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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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的攻击! 這個就是重型的步驟 剛才就是這樣玩 插擊也插不進 然後彈出來 還不錯 試試第二個 這樣是都沒用的 要多點按這個按鍵 中文 這個就是All Blue Origin的變身 剛才你見到節奏上比較奇怪 你聽完女主角的亨哥之後 他不會在這裡轉給你 你要在這裡再按去讀取那張All Blue Origin的卡 然後試試其他 Al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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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FusionHack一 serie UltRamon4 30分開 終於完了 我還以為會有過7星盒和Zero台詞 看來我多心了 接著讓大結局的變身 大結局的變身也是用初代 的格端 試試轉成大結局的 ка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結局 一邊跑 一邊插卡 插卡召喚初代之後 初代就會跟著他跑 初代就在飛 召喚迪家變身 這個也重現得到 十分之正 現在先關上他 好了 跟著就對比一下卡 眼前其實有兩張初代的卡 雖然看起來差不多 但舊版的初代卡 這裡會有數字號碼 而今次的卡 沒有數字號碼 重現劇中的卡 這方面也不錯 因為他太多卡 太多變身東西玩了 剛才大家都看到 介紹卡的時候 是有後背的力量的 所以我要試的音效太多了 所以就斬開幾條片去做 所以今次這條片就去到這裏了 但其他片大家都要支持 我會試超人Aubo在街機裏面的所有形態 又或者是銀河 X 又或者Gidu的街機形態 到底做不做到 然後例如試超人傳奇 即是Legendor 又或者超級太郎 所以大家都要看其他片 今次這條片就到這裏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記得給個LIKE 歡迎大家一起留言討論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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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